各位好 今天想跟大家討論的是 AI時代 學音樂還有沒有意義 因為最近剛好有幾個學生 問到我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用這支影片來說明 在畫面中你看到的是我 隨意的在彈一把吉他 我用這個畫面是有一些用意的 等一下會為各位做解釋 我先說人工智慧的時代來臨 對音樂產業的確會造成很大的動盪 有許多的工作環節會被取代 或者是原本人力介入的事情 其實人工智慧可以做得更好 更快更便宜 但我也認為在消失就有的行業 或者是舊的形式衰弱的同時 也會有新的機會產生 會有新型態的音樂相關的工作機會誕生 所以關鍵是你要怎麼樣運用人工智慧 但是今天這支影片想要講的主題是 是人工智慧對於學音樂的意義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主要是聚焦在學音樂的意義 而不是AI時代的音樂產業會變成什麼樣子 事實上我也不認為我能夠遇見音樂產業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主題還是回到學音樂的意義 在問這個學音樂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忽略的一個前提就是 大家好像是把前提設定在能夠學這個東西來做什麼工作 這情況有點像是我們進入大學 好像把大學當成是一個職業教育系統 我們在選擇科系希望是一個將來可以幫助自己找到好工作的科系 所以像數學、社會學、人類學、哲學 這些很重要的學問 反而在現代會被忽視 至少在台灣的環境其實是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大家似乎都把大學當成是一種職業教育機構了 同樣的事情也反映在大家衡量學音樂這件事情 通常就會想說 那你學音樂能不能當職業樂手啊 能不能當音樂家 能不能做音樂工作啊 那這是比較直接的 有人可能是考慮到我能不能夠美化我的學習資歷 能不能夠讓我得到一些檢定的證書 就是諸如此類的事情 都是朝向比較功利一點的角度 雖然我認為功利的角度沒什麼不好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我們的社會對於學習音樂 功利角度佔的比重實在太多了 那功利角度應該是多元的價值觀的其中一種 它不應該是大家都用同一種角度 就是用很功利的角度來看待學習音樂 該具備什麼樣的價值 特別這個價值又是一種好像可以被量化 可以轉換成你的銀行存款數字 或轉換成你的某一種學習的帳面上的資歷 那會是個問題 因為音樂的價值其實遠大於剛剛所講的這些帳面上的數字 但是如果我們只把注意力放在音樂可以轉換成什麼樣的產值 如何的美化你的資歷 或者是如何的證明你自己的能力 我們如果只想到這些方面的事情的話 我們將因此錯過音樂最美好的部分 人們在擔心人工智慧的時代來臨 對於音樂產業造成的影響 對於學習的意義所造成的衝擊 其實很大一部分就是擔心 原本的期望變得無法順遂了 我在這邊分享我的看法 我覺得人工智慧會使得 比方說音樂的後製 混音、錄音、創作 包含作詞、作曲、編曲這些方面 我覺得都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演奏仍然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如果你現在正在從事相關方面的學習 你在進行這些 比方說創作、混音、製作、編曲方面的課程 你在進行這些課程的學習的話 你的確應該要重新思考你的方向 我並不是叫你放棄 但是你應該要重新調整一下你的角度 如何在這個大的浪潮來臨的時候 能夠找到一個最適合你的切入這個產業的方式 而且這個方式很有可能是之前沒有人做過 或者是曾經有人做過 但是結果是失敗的 但是到現在可能是不一樣 你必須要為你自己走一條新的路出來 但基本上技術方面的含量應該重要性要降低 因為你空有很好的技術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反而是人性的價值非常的重要 有沒有人能夠因為你的服務 而讓他的生命質感變得比較好 我覺得往這個方向去思考 並且發展你的能力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很多時候這也關乎於對於人的理解 所以你可能要同時吸收心理學 哲學、社會學相關的知識 重點是你要深入人群 你要更了解你所面對的人 作為AI時代的音樂從業人員 我覺得你的價值會是在於 能不能夠豐富他人的生命 而不是提供過去就有的那些技術服務 但是就學音樂來說 我認為學音樂變得比過去更加有意義了 就我自己所經歷的時代 沒有任何一個時期 當時學音樂可以像現在開始 學音樂這麼有意義 我這樣的說法原因是因為 由於很多的技術面的東西 可以交給人工智慧去處理 所以音樂這件事情對於每個個體來說 會變得更加純粹 在過去的時代 音樂的存在是需要有兩個因素 一個因素是發出音樂的人 你也可以說成是演奏者、演唱者 但有的時候是由DJ來發出音樂 所以一個是Play的這個人 另外一個是聆聽的人 聆聽的人也非常的重要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在演奏但是台下一個觀眾都沒有 你會覺得這個演奏好像就 我到底是為誰而來的 我為何而演奏 好像就沒什麼意義了 當然在哲學上 有些你為了要自我實踐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現在這個時代 我覺得聆聽者跟播放者 提供音樂的這兩者之間 的這種關係會產生改變 音樂會變得更純粹 你不需要向誰證明 或者是提供這樣的服務 所以你也不是為了特定的產值 學音樂它反而是有一個目的就是 為了你自己而學音樂 講到這裡可能有人會有一點模糊 就是既然不能夠提供產值 沒有辦法成為工作 又沒有辦法成為某一種 證明自己能力的一個媒介 那我為什麼要學音樂呢 它還能有什麼其他的價值嗎 這得要從本質開始說起 音樂它是一種語言 我們在學音樂的時候 就像是在學一種新的語言 只是音樂這種語言 它比起我們所認識的大部分語言 都要來得更加曖昧 比方說你用英文說 說一個蘋果一個apple 然後你說用中文說一個蘋果 或用台語說一個蘋果 我們都可以知道 在腦海中具體的想到 那是連結的是什麼 但是在音樂裡面 並沒有這樣子具體的詞彙 可是我們卻能夠透過音樂 得到各種不同的感動 當然這感動也會因人而異 有些人對於某一種音樂特別感動 對其他音樂則沒那麼感動 但相反的 別人不感動的音樂 你可能聽起來非常的感動 非常喜歡 你也會發現在這個世界上 會有很多跟你一樣 會為了某一種特定的音樂 而感受到一樣的感動的人 你們會產生共鳴 在人工智慧來臨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的音樂 並不是來自於真正的人 這些音樂它雖然很優秀 非常的傑出 它經由第一代的演算 第一代的學習 以及人工智慧的發展 做出來的音樂其實還蠻好聽的 甚至我可以想像 透過人工智慧 源源不絕的產生出 Miles Davis的音樂 或者是John Coltrane的音樂 雖然他們本人活著的時候 不曾演奏出這些音符 但是人工智慧可以模仿出 他們的風格 源源不絕的產生出他們的音樂 所以就聆聽者的角度來說 理論上是非常開心的 我可以聽到源源不絕的 各種不同的新的旋律 但是卻又是我喜愛的那種風格 但是有一種感動 並不是來自於你聽到了多好聽的音樂 而是來自於你自己就同時是發出聲音 提供音樂的那個人 你也同時是自己的聽眾 也就是在舊時代的 演奏者跟聆聽者合而為一了 而且他們就聚焦在同一個人 也就是你的身上 這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狀況 你可能會嫌棄舞台上表演者 你覺得他的高音唱得不夠好聽 你覺得舞台上的演奏者 他的表現不如你的期待 所以你可能覺得沒那麼喜歡 但是你不會嫌棄自己的演奏 一旦你放下了要在音樂當中 證明自己的這個包袱之後 你就是單純的想要演奏出 你心中想要的音樂的時候 就算是你彈的東西 有一點坑坑巴巴 有一點歪歪斜斜 你還是會覺得有成就感 因為只有你自己是真正陪著自己 一路從零開始 一點一點的學會怎麼操作樂器 怎麼樣像樣不像樣的 去把這些聲音製造出來 並且把它拼湊出來 然後聽起來 從原本的噪音 變成有一點點音樂的感覺了 雖然沒有那麼成熟 但是你看著自己的成長 就像是看著一個小孩的成長一樣 無論你現在是十幾歲 三十幾歲 七十幾歲 八十歲 只要你在接觸音樂 在接觸樂器 你看著自己從零開始 一點一點的 變成比上個禮拜還要厲害一點點 比之前還要好聽一點點 特別是你能夠彈出 你心中所想像的音樂 你彈出你原本想要哼唱的聲音 也許你不透過嗓子 這一天你想要用吉他來演奏 那一天你想要用小號來吹奏 自由的決定你想要用什麼樣的樂器 來發出你想要的聲音 有時候你想的聲音是非常美輪美奐 非常好聽的 但是你的執行力還不到位 所以你必須要把速度降慢 慢慢的演奏 你必須要把標準稍微的降低 但是你聽到自己彈奏出 為自己而彈奏的那種聲音 其實是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情 我們就拿進廚房做飯這件事情 來做比喻好了 如果你是為了工作 你必須要餵飽非常多人 那是一種責任 你也必須在這樣的情況下 證明自己的能力 但如果你只是為了你自己而料理 或者是為了自己最親愛的人而料理 就算你的技術不是很好 就算你做的亂七八糟 這過程結果這些心意 其實是沒有別的料理可以相提並論的 我們不一定要非常精美的成果 只要這個彈奏是發自你的內心 可能你今天很誠懇的想要 彈一些聲音出來 改天你是漫不經心的想要 隨便彈一點東西 你絕對不會誤解自己的心意 所以你不會對於你自己的彈奏有不正確的解讀 只有你自己了解你自己的狀況 也最能夠欣賞自己當下的彈奏 也因此我認為人工智慧的時代 其實對於學音樂的人來說 非但不受影響 反而能夠讓你更回歸音樂的本質 你能夠從音樂當中獲得比較深層的感動 並且讓你的生命品質得以提升 如果你原本的目標是設定成為音樂產業的一份子 我並不認為你即將面臨失敗 只是你需要更加靈活的去認識環境的變動 並且讓自己具備更好的能力 可以幫助人們從音樂當中得到感動 讓他們的生命品質得以提升 現在你看到畫面中我拿著吉他隨便亂彈一通 這根本說不上表演 而這樣的彈奏其實也只有對我自己有意義 我希望學音樂的人可以更加的勇敢 因為在生命當中很多的時刻 很多的事物其實只對你自己有意義 我們不需要刻意地向這個世界證明什麼 它並不舒服